亚洲最前线世界商机一把抓 全亚洲的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亚洲最前线 首先带您来看今天的财经焦点 Google台湾公布2013台湾网友最热爱的十大品牌 由Facebook夺冠 最末年终已到2014全球跨年热门景点财经网交点深入介绍 今日我最转来看台湾烘焙实力享誉国际 全台各大量贩卖场单式烘焙部的业绩 一个月就可以达二三十亿 好要迎接2014年您计划好要到哪里去跨年吗 拼跨年商机各国真的是在争抢了 美国CNN就曾经选出2013全球十大跨年必去景点 包括了纽约时报广场 伦敦泰晤士和烟火秀 亚洲地区的日本京都还有台北101都有上榜 在今天我们的财经旺交点就来来聊一聊跨年商机 不过先看全球股市 美国11月PPI月增率下降了0.1%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减弱 美股上周五微幅收涨 而本周聚焦联准会18号所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 业界分析如果本月减码QE冲击恐怕会比今年夏天更大 欧洲股市星期一开低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英德法三大指数下挫 法国股市跌幅最深 0.23% 亚洲股市在今天普遍走软 日经指数受日元升值的影响 跌幅1.62% 韩国股市以及香港股市也纷纷收黑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新谷海峡马来西亚 以及印度股市都下跌 再来看大陆股市受到券商和汽车类股走弱的拖累 互升两市开低走低 上证指数大跌了1.6% 深圳A股跌掉了幅度达1.27% 台湾股市方面今天在市场对于美国QE政策退场 一律未出之下指数也是开低走低 量能创下了将近一个月以来的新低 而中场下跌了63点 Google台湾在今天公布了2013Google与YouTube品牌行销排行榜 台湾网友所最热爱的十大品牌是Facebook Yahoo Google 那么分别是距于前三位 十大快速篡红品牌关键字呢 则是LINE、Apple、HTC距于前三 而最近陆续的食安负面议题也让胖达人、卫权、大统、复卫箱 挤进了十大快速篡红台湾品牌关键字 四年捷运站毫无预警 当街快闪了一场求婚 最后才发现是受险公司的广告影片 这只大伙在大面的镜子前面大跳热舞 发现可以反倒环投入短片 成了全球网友搜寻的大热门 而它其实是矿泉水的广告 而这也都是2013年台湾网友们搜寻影片的前十名 就是会比较深刻 现在是片段 你会就会想说他后面要拍什么 会播什么 对 然后就会上网络去看 对 会去看一下 广告故事化突破空间时间 帮品牌加分几乎成为王道 至于2013年品牌热搜的排名前三名 是Facebook、Yahoo和Google 十大快速篡红的品牌关键字 手机和软体就包办了前五名 至于快速篡红的台湾品牌关键字 除了HTC、中华电信 今年一夕爆红的柠檬饮料店 还有胖达人、卫权、富卫香、大桶、福茂 一串跟十安一律 扯上边的热门话题也通通榜上有名 口碑的东西会成为一个快速渲染 或者是快速传播的一个媒介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其实维持品牌的这个信誉呢 以及提升品牌的这个信誉 非常重要 YouTube加上电视 出现惊人的传播威力 从搜寻引擎就能够一窥 网友们心中真正关注的话题 而这回从公布的名次可以看得出 高科技的手机和软体 以及名声相关的实案议题 最让网友们关心 记者王宗翰林七 台北采访报道 针对大陆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消费税改革 据了解大陆财政部正在严拟将部分的奢侈品纳入消费税征收的项目 那么在原有税率上针对个别奢侈品再加重课税 大陆高端消费力可能因此出走 而因此也渴望加汇台湾精品以及台湾的免税商店业者 在大陆购买化妆品手表烟酒等商品一向是不划算 因为大陆将订这些产品列为非生活必需品 可以高昂的消费税 那么这也导致订市场售价太高 许多有购买意愿的消费者宁愿到海外大批的扫货 大陆经济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之后逐渐的放缓 而部分的外商企业就开始较低抹油了 裁减大陆区的员工 包括电子大厂IBM 惠普 强生等企业 都先后宣布缩编或裁撤大陆员工的计划 外资企业的撤退也为大陆经济前景埋下隐忧 大陆官方最近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 在今年前11个月 这类外商投资的年增率是4.7% 远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9.9%的增速 这显示出外资对于大陆的投资确实在明显的放缓 好 再来看看台湾经济不景气 有高薪的职缺一定就会有很多人来求职 台湾首度有三位神秘的老板招募私人飞机空服员 开出月薪7万元的起跳 但是录取率只有2% 另外一家香港的星级饭店业者 在明年初要抢攻台湾市场 开出一共700个职缺 薪资号称是35k起跳 短短三个小时就来了150位前来应征 利多套装搭配高雅投进 年轻妹妹走起台步有点深色 不过他们可是要角逐私人包机空服员 因为只要录取就有7万高薪 三位神秘老板招募私人专机空服员 基本条件大学毕业不限制年龄升高 只要口调谈吐应对能力优秀 这次200人应考入围十位空服员 最后还要老板面试 通过入取率只有2% 五星级饭店来台真才舒适的按摩服务 还有五星级糕点饮品无限量供应 这里是香港发机号称 超六星级饭店的真才会场 这些接受按摩服务的求职者 体验的就是未来要提供 入住房客的高规格享受 他就帮你抒压 让你等一下不会太紧张 就非常的兵质如归 他们就是虽然你是应征者 可是他们还是帮你当客人 办得在服务 顶级饭店明年初开张 年底前真才开出700个职缺 薪资三万五起跳 要抢攻台湾市场 记者唐一成黄子凤 李雅寅台北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嫦娥三号探测器 在登陆月球之后 搭载的玉兔巡视器 在昨天也抵达月球表面展开探测 事实上除了大陆的月球计划 印度在上个月也展开火星探勘 伊朗最近还第二度 将猴子送上太空 各国动作频频 就是要展现出称霸太空的实力 印度11月才刚发射火星探测器 渴望成为亚洲第一个 成功执行火星任务的国家 中国大陆不甘示弱 不到一个月也发射月球探测器 成为全球第三亚洲第一的 登月探索国家 双方较尽意味浓厚 大陆长二三号登月成功 搭载的玉兔探测车 15号周日清晨踏上月球表面 大陆下一个目标 要在15年内将太空人送上月球 几乎每项太空计划都领先印度 唯独火星计划在前年失败 印度刻意在大陆伤口上撒盐 企图扳回一城 费用比一比 大陆太空研发的年度预算 推估高达600亿台币 印度一半不到大约258亿台币 至于火星计划 则只花了24亿台币 不甘美光灯聚焦中 供应伊朗日前也发射火箭 第二度送猴子上太空 官方14号宣布 小猴子安然无恙平安归来 伊朗官方大肆庆祝 西方政府却担心 伊朗企图借此掌握 发射核弹头的所需技术 各国争相展现太空实力 也让无重力的太空 成为另类的竞技场 产业消息方面 我们看看富士康科技集团 在贵州第一个项目 正式的投产了 初期主要生产 大中型电视LED路灯 而旗下专门销售电子产品的 互联网也同时运作 估计互联网年营业额 可以超过5亿元人民币 中新网报道 贵州富士康示范工厂 位在贵州省贵阳市 高新区金阳科技工业园 是一个集合商品销售制造 产品展示 产品体验 工业生产为一体的新型销售工厂 南韩的三星电子公司宣布 将在明年设置大型资料分析中心 来掌握市场与消费者最新的趋势 为内部提供资讯以及预测 外界广泛解读 三星这么做 是企业为其下一阶段的成长契机 而力求转型 希望成为像美商IBM 思科的科技企业 三星现在虽然是全球的手机 电视以及记忆晶片的最大制造商 不过手机获利趋于平坦化 使它越来越大的压力 必须尽快找到下一个 立机型的营运方式 回应投资人以及分析师的敦促 台湾房价贵要怎么样入手便宜买房呢 现在上网纠团正夯 就是要找有兴趣的人一块买房子 房价可以比单户省下5%到10% 今天电脑荧幕上的房屋资讯 他邱小婷今年32岁 是房屋团购网的执行长 靠着纠团买屋 每笔收取10到30万的手续费 年收破百万 价格从78万一瓶 后来1到68万一瓶 那其实那时候 78万不是它的开价 它的开价是开在80几万 一次买四户人多力量大 每瓶就替客户省下十多万 邱小婷透露团购 一定要找同一位代销谈价码 三到四户起跳 只要确定会买 就能便宜5到10% 也因为买气太好 所以会导致于说 有时候透过团购 你要争取比较大的议价空间 其实也比较有限 那像去年的买气很差 可是反而我们都可以 透过团购 就是溢到比较好的价格 听起来时间对了 团购买物就能省很大 不过风险不小 像是揪团民众 不一定互相认识 容易临时反悔 如果签完约 也不一定能够退订 但其实想买便宜物 不一定要团购 否则住客的案子 其实是不太紧气 其实是不好卖的 很多案子卖了 四个月五个月 还是卖的不怎么样 所以最后用卤的 很有机会卢到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专家建议 自助客想抢便宜 可以选择 预售物的浅消息 或是开案后期 这两时间点 溢价空间相对高 或是看屋时 找认识的一起团购 带着现金支票展现诚意 找专案杀价 空间就会更高 想买便宜房屋 只要流行PayPal 就能省个几十万 在房价贵桑桑的年代 不无小补 记者夏军城 陈寅山台北采访报导 华尔街日报报导指出 为了因应日本人口高龄化 导致劳动力的萎缩 首相安倍晋三 不但推动安倍经济学 还有所谓的 女性经济学的政策 尽管大获赞赏 但是因为日本 始终没有积极的广纳移民 因此要应付人口危机 光是靠女性经济学 还是不够 安倍上任来 一直鼓励企业 禁用女性高级主管 希望企业女性高级主管的比例 在2020年可以到30%以上 同时还努力地推行日拖规范 协助母亲重回职场 爱尔兰在15号正式地走出 长达三年的国际纾困 是第一个脱离国际援助的 欧元区债务危机国 爱尔兰当局警告 仍将继续地财政紧缩 以确保经济复苏 同时有意削减所得税 刺激成长以及创造就业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 推崇爱尔兰坚定落实政策 不过也警告爱尔兰 依旧面临着重大经济挑战 包括失业率太高 公共负债实质上依然是脆弱的 那么民间部门负债沉重 以及银行解决不良贷款的进展缓慢 则是会压抑了国家的内需 说到了甜点 最近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不光是要口感好味道香 外表还流行视觉系 比方有业者用青苹果切片 卷成白玫瑰的形状摆在派上 那么外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玫瑰花束 另外也有业者利诱 零下40度独家技术 极速冷冻 把圆圆的慕斯做成玫瑰花造型 让许多女性看到之后 甚至舍不得吃 红彤彤娇艳欲滴 外皮像果糖蜜透露着甜蜜讯息 乍看之下 你会以为这是哪种甜点呢 番茄吧 看起来有点像糖葫芦 番茄吗 答案揭晓 这颗外表如牛番茄的甜点 居然是外皮以甜桃 裹上副分子果冻的杏仁奶酪 完全跟番茄勾不上边 天使市场大要劲 口感 味道已经满足不了 TLT的消费者 现在还有视觉系效果 才能收服人心 因为大家都喜欢拍照上船 就是每关拍起来 感觉比较好吃 除了奶酪cosplay番茄造型 甜点还可以变身花卉 有六朵底亚的白玫瑰 白放在蛋糕机底上 每一朵就要用上四片 青苹果切片 涂上奶油和糖 经过五分钟烤箱加热 制造新鲜苹果软化方便卷曲 左而成的玫瑰花瓣 精致有如艺术品 进口的青苹果 然后把它去皮 然后切片 再把它一朵一朵 卷成苹果花 水果沐上染色的白巧克力 取出造型模具前 还得经过负四十度 急速冷冻 这间甜点店 搬出高难度技术 让每一个蛋糕都美得相浮化 法式甜点除了好吃以外 这是基本的 但是它的外观 它的造型 都是另外一门学问 就是视觉动物 就觉得它颜色很鲜艳 然后让人家就觉得说 应该会有那种粉红的感觉 天气冷了 来窥精致小甜点 温暖心房 艺术品甜点 不只拼口感 更拼视觉效果 这层见到李宣 台北上播到 广告就会回来 财经旺焦点的单元 我们要带您看看 迎接2014年 有没有想好去哪跨年呢 稍后我们邀请到 创新旅行社本 让李奇悦为您做深入介绍 了解全球跨年的特色景点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 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焦点 观众朋友不知道 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 迎接2014年 甚至都已经计划好 要去哪里跨年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曾经选出 全球十大跨年 最佳景点的城市 在这个里面呢 有包括纽约 雪梨 伦敦 那么另外呢 在亚洲方面 像香港 台北101 以及京都啊 也都有入榜 对于观光跟餐饮服务业者来说 这当然是一年当中啊 最重要的一档赚钱的好机会了 在旅游业多年来操作之下 其实以台湾人来说呢 出国跨年啊 真的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到底到哪里跨年比较好玩啊 那么CNN选出来的这些地方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人不虚此行呢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就邀请旅游达人 也是创新旅行社董事长李奇悦啊 来到我们现场告诉您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奇悦 欢迎奇悦 大家好 我是李奇悦 是 我们就跟奇悦一起啊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在这个现在真的时间过好快啊 已经都快要2014年了 现在我们来先看一下 回顾一下 在迎接2013年的时候 各国跨年的盛况 2013年一道七彩闪耀的火花 随着音乐奇舞高达828公尺的哈里巴塔 利用高楼特色 让烟火有层次从各个楼层施放 塔楼周围不断地冒出火树营花 四吹飞散 场面十分壮观 杜拜人花起前来不手软的特质 也展现在跨年烟火上 结合了灯光烟火和水的舞动 甚至还有不同的大型萤幕互相辉映 阿拉伯世界的奢华果然不同凡向 透过电视转播 估计全球有多达10亿人 可以观赏到这一场盛大的烟火秀 接着镜头转到欧洲 得过柏林布兰登堡船门前的 跨年庆祝活动也是相当的精彩 英国也在台湾时间 1月1号上午8点钟 迎接2013的到来 泰晤士和派伦敦点的烟火 中了夜空美不伸收 对欧洲经济来说2012年并不顺利 大家都希望新的一年经济能有所起色 作为欧债危机的源头 希腊也在巴特农神殿上空 释放彩灿烟火 另外北韩在金正恩上台之后 果然也出现了新气象 平壤当局罕见的在跨年夜 被转播了平壤的烟火盛会 金日成广场放起了灿烂烟火 尽管气温来到摄氏零下15度 但北韩民众还是相当的兴奋 缅甸也首次举办了公开的跨年倒数活动 将近5万人来到最大城仰光市的大金塔前 迎接2013年的到来 昨天新闻 下请报道 好 刚刚我们跟观众朋友一块来回味一下 在迎接2013年的跨年盛况 齐悦 我们如果要讲跨年的话 第一个大概一定要先讲什么呢 要讲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 Time Square Time Square有所谓的这个世界十字路口之称 跨年最精彩的就是把这个Crystal Ball 降下来的那一刻 可以吸引全球10亿人的目光 因为很多人都在看转播 那说到这个跨年团 每一年好像也都热卖 创造出非常惊人的商机 以今年来讲 我不知道就您的了解 就是今年大家讲 不景气不景气 可是这个跨年的这个商机有影响到吗 其实只要是 不管是跨年或是农历年 这种叫做传统的节庆 这种跟到底景气不景气 大家有钱没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他放着他就会满 所以说观光业者其实 每年大部分都是在等待什么 等待旺季 因为观光业者它的操作 有些时候很好玩是 它是一种 淡旺季需求非常明显的行业 它可以要么淡的时候饿死你 可是旺季的时候撑保你 那这时候就是说我们 大部分都会在 差不多在跨年或是农历年前 三四个月就已经在筹备 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 因为这个旺季 只要你有拿到机位 你有拿到旅馆 你不用做广告 你放着就会客满 因为这个时间是大家都要出去玩的 尤其是过年或 跨年或连续假日 再来就是现在的人 已经很习惯了去国外感受那种 跨年的烟火 节庆欢乐气氛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气氛的 一个营造底下 其实我们在任何 每一次的跨年 过年活动的安排上面 对留业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战场 因为这一波所赚到的这个钱 可能是要准备要度过那个 因为这一波开始象征什么 象征旅游业的旺季来到 从跨新年之后寒假 寒假之后就农历年 然后我们这一波能量 就是要准备什么 准备那个三四月份 大促销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度过那个 大促销的时候的一个不景气 那这是一个很常态的循环 所以像这个不论是跨年 还是春节 是不是都要提早很早 然后就要赶快先订 否则是消费者 可能就抢不到了 是的 其实过年的 跨年的这样子的一个 时间段的这样的机票 或者是旅馆 它的价钱是会分 我们讲就是会有A档价 B档价跟C档价 怎么说 你要是越早订 你可以拿到的价钱 因为它可能会找鸟优惠 或者是它会有一些 可能它要促销 它基本盘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说 你提早差不多三个月 三个月以上先订 我给你一些折扣 可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 才要开始订的时候 那它一定是原价 甚至它会给你很贵很贵的价钱 因为这时候已经是 大家在抢的时候了 如果说你没有抢到 那可能就出不去 所以这时候有些人想说 再贵 还是贵一次 还是要去 所以你要早一点订 再来就是说 你真的是要卡到这个 就是刚好就是要倒数 然后要在元旦的那一刻 然后看着那个烟火 上去的那一刻的时候 相对的这些旅馆 很多时候早在半年前 就已经被订光了 我举个例子 像有人 我有个朋友 他要去那个 Times Square 就是纽约时代广场跨年 因为它最有名就是 当那个水晶球降下来的时候 那个紫皮紫花 一撒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全球大家都在感动 为什么 你要去等了 等很久 你要等那一刻 有的人是前一天 白天就在那边 忍受着寒冬 看在那边等 所以这样在 Times Square附近 有个旅馆叫 W Hotel 这个旅馆它 大概你没有提早半年 到八个月之前 去订跨年那一天的房间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它就在 时代广场上面 所以你如果说想要看 时代广场的跨年 你坐在那个旅馆 你会很轻松 为什么 你可以东弄西弄 然后在那边喝喝 喝喝红酒 吃吃晚餐 时间到差不多 你再从旅馆走出门 因为你走出门 再转个弯 不到一分钟就到了 那这样子你就会觉得 很轻松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是 全世界 不是只有台湾 不是只有东南亚 是全世界的人 大概都会注目的焦点 然后呢 不止北美人 欧洲人 亚洲人通通 要往那边去集中 对对对 那你如果说 是住在那个旅馆 你会发现 哇好轻松 但那不得了 那平常这个房价就贵 那是W Hotel 开玩笑 那如果是跨年那一天的话 至少要涨三倍以上 那大概要多少钱 一个晚上美金 大概差不多要到 一两千块 一间房间 一般可能是 三五百块的房间 到时候 可能要一两千 是 那你 他就是赚这一波 对 所以你在跨年时候 当然你要提早订 越早拿到 甚至像欧美 我有一些欧美的朋友 他们是今年 就在订明年的房 那这时候 他可以拿到好价钱 对 Time Square 为什么会这么热 其实就是因为 他其实呢 在一百零五年前 他就已经有在跨年了 他是一个 有历史渊源的 那么再加上呢 其实他们也非常会 行销包装 那么尤其呢 这纽约大苹果 大家有这么多的 这个观光客 当然呢 就会觉得说 既然人这么多 很热闹 非要去看不可 他有他的这个 可看性 那顺便呢 来做这个 这个城市的观光 其实以前 我在住纽约的时候 有一年我也去 去了以后呢 我真的是吓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实在是太多 而且呢 那一天 其实警察也不太管 管什么呢 平常拿这个啤酒的时候 你拿在手上 是不行的 但是呢 那一天 就有人 不用拿着纸袋 包住啤酒 就拿着这个啤酒 就在街上 这么喝起来 所以呢 其实大家就有一点 戒酒装疯 我讲实在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也要特别 小心自身的安危 那当然如果好的话 你能够挤得进去 挤到越前面 是越好 因为会觉得 那个气氛 是非常的嗨的 不过我们讲完 这个纽约 其实也可以讲一下 什么呢 也可以讲一下 这个欧洲知名的 英国伦敦 在伦敦 泰伍斯坡河畔的 这个伦敦 伦敦眼 烟火秀 也是非常有看头的 这个事实上 好像现在也慢慢 就是在欧洲的国家当中 好像伦敦变成是首选之一 是不是这样呢 是的 其实在英国的 泰伍斯坡河畔 伦敦眼 你去看它跨年 也是别有风味 为什么 因为它建筑很漂亮 是 因为第一个旁边有大笨钟 是 然后它的那泰伍斯坡河畔 伦敦眼也是在著名地标 然后你就看它那边这边放 而且它又在河边 当那个烟花上去之后 还会倒影在水面上的时候 我那种感觉是蛮过瘾的 那在英国这个地区 因为其实大家渐渐的开始 对于就是跨年 看烟火秀 已经变成世界各地重要首都 户别苗头的一个 算是主战场 大家会去看说 今年到底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首都 它的烟火秀做得最漂亮 之前还有网络会票选 就是大家都已经办完了 烟火秀之后 大家票选说 今年哪个国家的烟火 放得最快 你放多长 你有什么特别的创意 你的图形什么的 还会有网友去做这样的比较 所以还会排名出来说 到底是今年是 Times Square第一名 还是雪梨哥剧院第一名 还是伦敦眼第一名 那变成说 已经是各国当地政府 吸引观光客的目光 创造它的话题的一个方法 也是因为这样子 也引发了整个全世界 在跨年看烟火 跨年活动party的一个风潮 对 不过其实有雪岸景观的话 这个雪梨不遑多让吧 对不对 因为我看其实也蛮多的 观光客到那边去以后 都觉得说 不需此行 吉悦 没有错 因为 其实你要知道 放烟火 它不是只有放烟火而已 它放烟火的时候 你周边的环境怎么配合 尤其是当你有水倒影的时候 雪梨哥因为就在海湾边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它 从桥上 从歌剧院到烟火上来之后 然后再加上倒影 因为它的倒影 我后来我跟专门做烟火的朋友 有做一些讨论 他说 其实烟火 如果说你在水边释放的时候 他们除了考虑 烟火上去的形状 他们还会考虑 它这个烟火 在水中倒影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跟当地的景色 做呼应 他还要把这个设计 也考虑进去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是在看视觉的上面的震撼度 会比单单一个 就是像 因为时代广场 它没有水岸 所以说 它就少了这样子 一个水岸的景观 对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 各自做选择了 不过讲到这个 英国伦敦之外 还有另外一头的爱丁堡 我看到这个介绍 我其实也蛮想去看看的 因为它是一个浓浓的民族风味 苏格兰人 我们知道 他们也是非常重视新年 传统等等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时候 会穿上传统围巾人的服饰 拿火炬游行 然后再用火炬 把围巾船烧毁 那么游客还可以购买火炬 加入游行的行列 而所有的这个收入 还会捐给儿童慈善机构 也算是这个跨年之外 不忘得做爱心 蛮有意义的 因为爱丁堡这个地方 苏格兰本上有传统 因为它常年 它在古代 常年它是跟围巾人 在征战的一个地方 那爱丁堡这个地方 因为有这样特殊的背景 所以他们认为 在过年的时候 他们要 还是不能忘记 他们的传统 他们要团结起来 一同把 常常来侵略的围巾海盗 赶出去 所以他要做这样的传统 说我们要拿火把围巾战 船烧掉 象征说 我们苏格兰的光荣 苏格兰的荣耀 我们不怕围巾海盗 我们战胜他们的那种感觉 再加上爱丁堡本身 它是有非常浓厚的 音乐气息的一个城市 所以在跨年的时候 他们除了会有 这样的活动之外 爱丁堡上面还会有 他们的乐团 乐队的演奏 它会风笛 苏格兰传统风笛的演奏 你会觉得说 那会让你觉得 它跟现代式的 现代感是不一样 它会让你有那种 很浓的那种 民族的那种运味 存在里面 那你会觉得说 它是有它的文化底蕴在 它不会像 因为人家说 美国是那种 是比较素食的 素成 因为它历史比较短 它英国因为 它的文化历史比较长 所以它会让你感受到说 有那种古欧洲的 那种风情在里面 那再加上爱丁堡 本身它的建筑也很雄伟 所以在那个地方 参加过年活动 也非常过瘾 那尤其你还可以留下 很多很特别的照片 因为你在爱丁堡 现在你要看到 这么多苏格兰人 穿着苏格兰传统服装 来游行的机会 大概一年也之后 这个时间看得到 是 所以想必一定会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经验 是的 其余我们等一下 再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 聊一聊在今年 即将要跨向 2014年的时候 101的烟火 究竟有什么样的看头呢 据了解在今年 让施放的时间 还要更长了 那么同时 我们在待会再来看看 亚洲如何跨年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焦点 在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您看看 亚洲的国家又要如何跨年 我们先来说台北101吧 台北101呢 事实上这个每年呢 大家都在看 究竟这个烟火要如何释放 这是一个观光客最喜欢的景点了 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 尤其有很多人呢 就是要拍照捕捉这个美丽的一瞬间 那么在今年呢 101要即将释放的这个烟火 会增加30秒 一共成为218秒 包括它释放的发数还有秒数 都是史上最多的 我们先带观众朋友来看看这则报道 绚密缤纷震撼夜空 2014年的台北101烟火 30秒动画 正式曝光 不管是增贵金还是神秘字 超级饱和 发色度假 这次跨面烟火 同样请到去年知名国际法国烟火团队 Group F 烟火特别选用欧洲进口冷光低烟 最厉害的是 2.4万颗烟火弹 突破过去 硬价层层堆叠的设计手法 首次完全无硬价 让施工危险降到最低 烟火秒数拉长 发数也增加 台北101宣布为了庆祝十周年 烟火主题为冰分十年 以金色为主调 会有十种发射方式 顶端点灯字样 不只由民众投考选出的十句祝福语 还有每声用三千万元标下 轮流在101强面播放 不过如果有民众想要在101捷运站出口 看烟火可能要失望了 为了跨年更容易看到烟火 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最新开动的 新一线101丝毫出口 但这里刚好是101烟火的落叶处 所以当晚会暂时关闭 赶在圣诞级前很新一区百货的圣诞树 也跟着点亮 这耶诞跨年的过节气氛 也越来越浓厚 接着最近去路易SNG小组 台北财亡报道 好 当然大家会期待 就是因为今年是正逢101的十周年 所以他的秒数发数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齐悦我记得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搭乘捷运去看 这个101包括跨年晚会 还有烟火活动的 其实就已经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了 当时整个捷运真的是几番了 你记得吗 我记得因为我也去看了 真的很急 你要很早去 我差不多下午五点多 六点不到我就往那边移动做捷运进去 进去的时候还好 然后到重点是看完之后擅长了争吵 我可以跟你讲 我看完烟火我很感动 好漂亮 可是我一直疏散到半夜三点钟 我才离开那个区域 因为第一个回程的时候 我捷运根本挤不上 然后就要跟着人潮 慢慢一直走 甚至已经走超过了 我都已经忘了 可能应该已经走大概一个钟头的路 我才好不容易才脱离人群 那这样天气又冷 然后又没有东西吃 其实那回程是很辛苦 可是在看的那一撒那是很感动的 然后去看的时候 会觉得说 那个辛苦是值得的 因为觉得真的很壯观 再加上101大楼 也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所以说整个烟火在释放的过程中 虽然说有点可惜 因为当天那个烟雾跟云 有点稍微状况没有那么的好 可能你的角度 对角度 有些时候角度上面 选择上面 风向的问题 对风向的问题 你没有把它抓好的话 你就会发现 怎么就刚好 就是你那个位置 就烟刚好风从这边吹 你就觉得会有点闷 所以说你在看烟火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要去像101这样子的地方 你一定要先上网做功课 跟着乌乌看看 之前有去过网友 到底是挑在哪一个区域方位 是比较好的 可以避开风向 每一年吹的风向不一样 所以你今年一定要记得 看我们中天气象站 所以说你要看一下气象之外 就是你的一些水 还有上厕所不方便 的确 对 那这些都要特别留意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没有体验过 看现场的这种烟火 因为很多年都是在电视机前面看烟火 哇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 可是你真的一旦到现场的时候 跟着他一起欢呼 以尖叫 然后看到看到这样烟火这样子 还有声音 哄哄哄的声音 你会觉得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你忙了也许可能五个小时 或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就在那个晚上 但是你就等那个两百秒左右的时间 你觉得这是值得的 差不多那一次大概花了九个钟头 我的天 就为了差不多两百秒 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 一生中一定要去看一下一次这样子 是 我常常觉得说这些 这个不论是观光客 还是说在地的这个朋友们 其实能够为此来看一个烟火 这么辛苦 真的是也是不简单 那这个烟火秀呢 就非要有看头不可了 那刚刚我们讲到 就是台北101 不过说到这个高楼烟火秀 那不能不提杜拜 哈利法塔对不对 因为这个杜拜规模 堪称世界最大 而且那就是全球最高楼 而且这个齐悦 我看到这个介绍说 看烟火秀的地方 是有沙滩的 而且也是同样有饭店的 那这个气氛很浪漫吧 是因为他杜拜本身来讲 他很会营造这种气氛 因为他本身有个沙漠 他是沙漠当中 完全用人工方式起高楼 然后起非常多的漂亮的旅馆 那再加上哈利法塔前面有水舞 所以他是烟火配合水舞 但是那附近 他有很好的旅馆 他有很好的view 那你要你可以在很好旅馆的view上面 你有在他的那种 旅馆上面可以看着他的前面水舞 后面是哈利法塔 然后整个上来的烟火 那是非常非常过瘾的 那其实这样子的消费是很高的 在哈利法塔或者是在香港也好 都有相关这样子的配套的服务 比如说我是没有在哈利法塔的五星级 顶级旅馆看着他的那个烟火 但是我也类似的经验 是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跨年 为什么 因为像香港香哥里拉饭店 九龙香哥里拉 他在维多利亚港 西瓜拉旁边 那如果说你住的是行政套房以上 也就是他所谓的 有客厅那种套房 那你就可以免费使用 他的这种贵宾厅 他贵宾厅有非常大的落地窗 上面还有一些 一些简单的食物饮料 然后最重要是他那个大的落地窗 是直接面对维多利亚港 而且他又是高楼层 三四十楼的那种高楼层的时候 你可以在那里面 你可以很轻松 你不用在下面人几人 你会觉得说 你好像住在天龙国的感觉 然后他就在烟火 就在你前面这样放 然后你就在整个旅馆那边 看着那个大的落地窗 就在你面前这样子烟火放上 可是那声音会不会就比较小 不过震撼 声音比较小 不用震撼 你会觉得说你好像是在 生力其境的 在开场大电影的感觉 他就在你面前就这样子放 那种感觉会觉得说 是蛮舒服的 至少第一个 你环境比较舒服 你不用跟他人紧 不用在那边吹着寒风 然后不用在那边挨饿受冻 你要是肚子饿 可以吃点小点心 还可以喝个小香槟 你会觉得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如果说你愿意 可能体验一下这样的感觉的话 多花一点点钱 你可以有这样子的氛围 但是如果说你经常这样 就很浪费 但是偶尔一做觉得是不错 是一个蛮值得回忆的事情 那我们不要讲到那么远了 比方我们如果拉近一点距离 讲到跟台湾 可能只要飞个两个小时以上 东京 其实很多人到那边去跨年 现在 是的 是不是 日本是 他是过新历年的民族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东方传统文化的新年 跟西方的烟火party的综合版 这会在日本发生 那比如说像东京 现在有晴空塔 晴空树 它也是世界第二高楼 所以它的整个烟火 也很值得期待 另外呢 日本人他们在过新年的时候 他们会去神社 去拜拜抢头香 就跟我们华人抢头香 那种感觉是很像的 就是他们是在1月1号 我们是大年初一 他们是过新历年 所以就像是京都 它的那个神社 五百神社 它也是一开门的时候 它会 大家会往里面冲 为什么 因为日本人拜拜很好玩 日本人拜拜 跟华人拜拜又不一样 日本人拜拜是先投钱 再敲钟 咔咔咔咔咔咔 之后再告诉神明说 我的心愿是什么 那我们华人不一样 华人是拜拜完 心愿怎么样 抽签 抽签 上上签 好 添油箱 上下签 不添油箱 转人 走人 日本是先丢钱 日本是先丢钱 先给钱 日本是先给钱 才听你讲话 然后华人是 先听你讲话之后 你才觉得你要不要给钱 然后是不一样 那大家会 一开门之后 你刚刚讲的日本人 他们也会用冲的抢头香 对 因为要冲进去 要去抢那个第一个去许愿 这是他们的传统 我也是以为 他们其实非常有礼貌 然后都是井然有序的进入 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在一开始 大家会在庙门口等 那是有秩序的 可是庙门开的时候 大家会用冲的 会冲进去 然后赶快去敲钟 那另外还会听到 他们除夕过年的时候 会有那种大钟 大家合力敲到 都敲108升的大钟 那这是很过瘾的 对 所以像这个 如果要讲到这个 更有这种所谓古早味的话 你不要叫东京 你就去京都 京都到那个八板神社 或者是知恩院 那边庆祝新年 那知恩院呢 有全球最大的范钟 里面呢 还有多位僧侣 迎向新年 合力敲响大钟 108响 我想呢 这个气氛 也绝对是非常不同的 好 非常谢谢齐悦 今天我们呢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聊一聊 那么其实最值得 前去跨年的一些 各国景点 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非常谢谢齐悦 广告之后回来 今天的金日我最站 我们来看台湾的 烘焙实力 真的是有名的 全台湾各大量贩卖场 光是烘焙部的业绩 一个月可以订造 二三十亿的产值 怎么办到了呢 昨天稍后的 金日我最站 欢迎您回到 亚洲最前线的 金日我最站 这个单元 接下来透过镜头 我们带您来看一看 在全台湾的 大量贩卖场 这个烘焙部的业绩 为什么一个月 可以缔造出 二三十亿的产值 让面包也能够变黄金 套上标准隔离衣 全副武装 前进全台湾首度曝光的 烘焙中央工厂 在中央工厂的搅拌区 看到大把大把的奶油和老面 通通扩在一排排的 大型搅拌机里 面团在搅拌机里 就像卷起了一个又一个的 小型龙卷桶一样 它可以拉成这么薄的 画面 这个表示已经有精度了 精度足够 面团才算过关 像照顾孩子一样的呵护 揉出面包雏形 开打 抹油到发酵 最后送进烤箱 热腾腾的白吐司 才终于松软上架 就把它空气拉出来 是不是这一天要做几条 一千两百条 卖场的烘焙市场 到底有多大 全台湾六个烘焙中央工厂 要分送六十八家分店 遇到中秋节或台风天 可以一天出货超过五万条吐司 以一条吐司三十二公分来算 五万条吐司相当于三十一栋的台北101 也足足可以绕台湾14.5圈 刚出炉热腾腾的白吐司即将送到预冷区 今天那个吐司皮要注意一下 好 发现消费者对于烘焙的需求 越来越希望是天然健康 然后能够物超所值 所以在卖场的部分 我们发现我们在烘焙的这个业绩 大概占了生鲜至少是五分之一强 那这个五分之一随着每年 大概有一成到两成的成长空间 好 烘焙吐司大根西条 低温物流配送也是重要一环 吐司面包还会暂时放在 -16度以下的大型冷藏室 低温物流需要较高的成本 和技术门槛 需要有雄厚资本才足以发展 也因此造就了卖场烘焙业的 一番融景 那以往我们如果是单一家店 单一家店的这个烘焙的面包的 区域的部分 一天大概是几百条吐司 然后可能甚至只有几百个面包 但是我因为有中工厂的这个配置 我可能有每天有上千条吐司 甚至上万的面包的这个产能 可以供应到15到20家分店的部分 除了基本款的吐司 抹上厚厚的奶油 这蛋糕类一定少不了的虎皮蛋糕 还有讨喜的可颂 也都是大受消费者青睐 熟能生巧嘛 一天包个几百颗你就会了 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传统的菠萝 切成一块块的面团加入内馅 经过面包师傅们的巧手 变出一个又一个 精致诱人的蛋糕和面包 70克 70克的内馅 加量不加价 有点多了 那指甲会很腻 轻轻按下模子 大波罗面包就大功告成了 而中央烘焙厨房一天就要生产 法前梗 利用功能强大的机器设备 制造更多种类的面包 让消费者愿意掏腰包消费 也让烘焙市场的大饼持续地作大 大波罗大特价 在外面可能要上百块的大面包 在卖场却50元有找 还提供试吃 吸引消费者闻香而来 小小面包是国内卖场的超级吸票机 加勒夫每年有上百亿的生鲜食品营业额 其中面包烘焙就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产值 爱买和大润发的面包烘焙业机也一样 是全店生鲜食品营业额的五分之一强 就因为制作面包蛋糕的成本不断增加 利润却逐年下降的烘焙业 大型工厂和连锁卖场 远然已经成为台湾烘焙业的必然趋势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琴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